台湾市大溪区木裔生态博物馆 举办青年拜师学艺之旅计划 选出了六位具有设计背景的学生 来到大溪拜师学习木雕、木工以及漆异 三项传统技艺 最后将技艺结合自身的创意 创作出全新的作品 大溪木裔生态博物馆举办 大溪新工艺青年拜师学艺之旅计划 征选具备工艺基础或设计经验的创作者 进驻大溪 向大溪木医师学习木雕、木工 向日本漆异师学习漆异 透过实地接触漆异及木裔产业 吸收地方的工艺经验 让青年的工艺创作得以提升 手把手的新传 还有技术的传艺 能够让年轻人在他们学习工艺设计的背景之下 能够透过传统工艺的一个刺激 然后融合他们自己的创新创作 能够产生新的一个作品 这次的计划在征选阶段就超过30位以上的青年报名参加 最后录取6位 再经过一个月与资深工艺匠师的学习 加上产品设计导师协助指导作品开发 学们各自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作品 所以在这个展里面我们会看到 老医师们所教授的很多传统的工法在里面 那也同时也看到我们新的青年 新一代的年轻人 怎么再加入他们自己原来所学的背景 去做从事新的一个创作 那这也就是大溪未来工艺城镇里面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不同工艺设计 还有跨领域的专业人才 能够来到大溪 跟我们大溪的传统工艺 有更多的碰撞和火花 目前学员的杰作品正在工艺交流馆展出 可以看见每位青年的作品 结合自身的想法与创意 并运用在大溪学习到的记忆 融合当代设计思维与传统工艺技术 碰撞出新的火花 感谢观看